大家好 有朋友在询问笛子怎么吹响 拿到笛子子后 首先拿到笛子子后呢 首先你要看一下 首先这个地方有笛膜 这是笛膜孔 首先笛膜孔你要贴上笛膜 要是没有笛膜的话 你只要给这样子和其他的 粘住 让这个孔不要漏气 最好是用笛膜 一般情况下 笛子我销售的时候 会有笛膜在上面 然后 拿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叫吹响 拿笛子这样 可以找到这个吹孔 往嘴巴上 可以等到一个东边的位置 但是你发现这个吹的时候 你不可以往前吹 往前吹 你的吹不响 你往这个方向吹 然后 然后 吹响了之后 然后你就会想吹一个音 我们首先找最简单的吹响 先按两个孔 吹响了之后再按两个孔 然后再按三个孔 然后再按四个孔 所以这个第一锁是有点难度对于新色的 有时候吹响或者吹响或者是手露起来会变成这样 你这样子吹响了 声音怪怪的 所以把孔不要漏气 你都敢吹成这样 不行 每个孔都要紧 轻轻的吹 但是你吹得比较重的话 但是气流的变化 说什么 发出不同的声音 对不对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留言 可以吧 说什么 中文字幕——YK